第五届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下周要开打了 台湾队准备要迎战列强 3月4号晚间台中A组的预赛欢迎晚宴就盛大登场 包含了中华队巴拿马荷兰意大利古巴队各支球队首度齐聚一堂之外 美国职棒大联盟高规格的赛事团队也在晚宴开始之前 三小时就抵达了会场做准备 给球员跟贵宾最安全还有最顶级的大联盟等级的迎宾晚宴 大联盟官网记者莫纳根负责采访报道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A组的比赛 莫纳根在推特分享自己正在台湾 由她在WBC官网上所撰文的各国棒球历史也提到了 1920年代棒球在台湾迅速的流行 并且在美丽的小岛上持续的蓬勃发展 她是如此的受到欢迎 甚至还出现在他们的货币上 为了证明这一点 她还特别拍下一张500元的照片放在推特上 并且表示台湾对于棒球有多疯狂呢 因为在他们的货币上就有棒球 只不过说到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 3月8号马上要在台中开打了 为了维护场地跟球员们的安全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还特别派出了警犬队 在洲际棒球场仔细检查每个角落 好的主播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 A组预赛定3月8号至12号 在台东周期棒球场展开 为了维持球场安全 本次经典赛事每一场比赛当天开赛前 台东市政府警察局都将派出刑事警犬大队的警犬 进行滴水不漏的场地检查 主要任务为气毒与遵搜爆裂物 从球场入场的走到球迷进场的走廊 观众座位区 球场的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为的就是要提供人让选手全心投入 观众卖力加油享受比赛的安全场地 台东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李文章强调 本次场检除了运用专业的防暴安检器材 还有警犬的投入辅助 将人员或器材难以深入探测的角落 缝隙填补上 玩玩工作滴水不漏 就是要确保在世的顺利进行 以上最新主播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